这个记者问到我们怎么样要防范债务风险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高度重视 中国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 始终遵循国际管理和债务可持续的原则 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投融资体系 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和社会效益为导向 根据项目所在国实际情况 为项目建设提供贷款 避免给所在国造成新的债务负担 和新的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 中国以平等参与利益共享 封献共当的为原则 与29个国家共同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是一个文件 重要文件 引导共建国家 政府 金融机构和企业 在使用资金时要重视债务可持续性 就专门签署一个文件 大家怎么来要注意防止这个债务问题 是吧 让它可持续性 中国发布了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 这是一个技术文件 助力共建国家提升债务管理能力 需要强调的是 一带一路建设 主要涉及的是基础设施和生产领域 为共建国家带来了有效投资 增加了优质资产 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我们也注意到 现在国际上也会有一些声音 有的人声称 中国制造了债务陷阱 试图抹黑共建一带一路 抹黑中国形象 这种说法 无中生有 没有事实根据 是别有用心的 这些诈音和噪音 无法阻挡 无法阻挡一带一路的建设 无法阻挡一带一路的继续推进 今后 我们将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不断提升贸易投资质量和效益 持续深化 人文领域交流合作 稳步拓展 在绿色发展 公共卫生安全 数字领域等方面的合作新空间 则是现在我们强调的几个新的领域 完善风险防控体系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取得更大进展 继续为全球经济合作 提供新动能 新空间